我的外国朋友和你一样会说中文,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他遇到我的孩子,他的中文会突然退步。 当他去朋友家做客,如果家里有孩子也是他最尴尬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该聊些什么。 如果你和他一样,一定要观看今天的课程,同时别忘了在视频下方下载今天的中文ebook。 第一次见到你朋友的孩子,你会怎么样用中文做出反应呢? 我来教大家几个非常实用的句型,我们把场景分成两类。 第一种情况,你朋友的孩子年龄比较小,比如是小学生或者更小的宝贝,这时你会用到宝贝这个词。 这是你家宝贝吗? 请大家听,这是你家宝贝吗?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能说这是你的宝贝吗? 你的宝贝是语法正确的句子,但是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中国人经常说你家什么。 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中文口语中经常会用到你家什么什么,或者你们家什么什么,在法语和英语中是没有这样的表达的。 我并没有一个特别官方准确的答案,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 我认为中文的你家什么什么,或者你们家什么什么,强调的是以家庭为单位。 比如,你会听到人们这么说,你家孩子今年多大了? 如果你约的朋友是一对夫妻,讲的是他们一家的事情,你就可以说你们家,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你们家房子有多大面积? 所以下次当你再听到中国人对话的时候,请你仔细听,他们用的是你的什么什么,还是你家什么什么,或者你们家什么什么。 当你一旦能够掌握你家或者你们家这样的表达,你的口语将会变得更加自然而且地道。 这是你家宝贝吗? 宝贝一般指的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你家孩子吗? 而且,人们为了让对话的氛围比较友好,还会加上一句,你家宝贝好可爱啊。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景,如果你朋友的孩子已经步入青春期,比如13岁,14岁,或者更大的年龄,这时我们就不能用宝贝这个词了。 这是你家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都长这么大了。 当我说都长这么大了,其实是带有一种惊讶的语气。 让我们再来一遍,这是你家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 如果是男孩子,人们还会用到大小伙子这个词。 这是你家孩子吗?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大小伙子,其实就是指成年的男性,他已经是大人了。 如果是女孩子呢?人们常常会用大姑娘。 这是你家孩子吗?都长成大姑娘了。 大姑娘就是指年轻的女性。 其实这句话是在夸奖孩子,已经成年了,已经成熟了。 当朋友带了孩子去聚会,你会不会发愁? 怎么跟孩子打招呼呢? 接下来,我将分两个场景,教给大家一些和孩子社交的常用表达。 第一个场景,假设你遇到的是一个小孩子,而且是抱在怀里的小宝宝。 我们同样可以跟小孩子打个招呼,你可以说,宝贝,你好。 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是只要你愿意,他们也是喜欢和你社交的,也会给你一些反应。 我们把年龄稍稍变大一点。 假设这个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三四岁或者五六岁的年龄,已经可以自己说话了。 你可以说,你好,小朋友,你几岁了? 小朋友或者宝贝都是可以用来称呼小孩子的。 宝贝,你几岁了? 小朋友,你几岁了? 又或者你可以问,宝贝,你叫什么名字?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现在让我们改变场景,你面对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又或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往往在这个年龄,他们的身高可能已经和爸爸妈妈一样高了,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高。 这是如果你想问年龄,千万不要问你几岁了,因为这个句子听上去很幼稚。 你几岁了,一般是用来问小朋友的,小朋友,你几岁了? 当你问青少年或者成人的时候,你应该说,你多大了? 如果孩子已经差不多和父母一样高了,你可以说,你的身高都快赶上你妈妈了。 你的身高都快赶上你爸爸了。 赶上就是追上的意思,就是指他和父母的身高已经差不多了,马上就要和父母一样高了。 如果你猜测他可能已经上高中了,你可以问,你今年上高中了吧? 你上高几? 你今年上高中了吧? 你上高几? 又或者,你想问他上大学了吗? 你今年上大学了吧? 你上大几? 当他回答你说,我今年上大一,或者我今年上大二,你就可以进一步问,你学什么专业的? 随着对话的逐渐深入,你还可以问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你们学习压力大吗? 你们平时作业多吗? 你平时学习很忙吗? 虽然大多数高中生都会觉得自己的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学生面对的压力强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中国,大多数高中生的学习压力都很大,他们除了从周一到周五要上课以外,周六周日可能还要参加额外的补习班。 所以谈论学习压力这个话题,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是一个快速建立链接的一个常见话题。 但如果是欧洲的孩子呢,可能相对他们的压力小一些,学校和家庭可能更注重的是孩子全方面的发展。 所以谈论课外活动,平时参加哪些活动,有什么兴趣爱好,是一个很常见的和年轻人建立关系的话题。 如果你的朋友不只有一个孩子,而是有好几个孩子,谈论年龄的差异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 请大家注意,差异这个词里的差,差是一个多音字,有时候读差,有时候读差。 请大家在接下来的例子里注意这个词的发音。 比如,我的朋友有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年龄看上去差不多,我就问,他们两个差几岁? 请你仔细听,他们两个差几岁? 在这里,你可以读差,差表示相差,相差几岁? 他们两个相差几岁? 短一点,他们两个差几岁? 当然,除了读四声以外,你可能还会听到这么说,他们两个差几岁,有的人可能会读一声。 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发音习惯,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 所以,如果有人读差几岁,你不必吃惊。 正在观看每日中文课的很多朋友,也有兄弟姐妹。 下次别人问到你和你的兄弟姐妹的年龄时,你就可以说,我和我哥哥差三岁,我和我妹妹差一岁。 说完了差这个字的四声发音,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一声发音。 什么时候读差呢? 当差表示差距和差异的时候,我们读一声差。 我来给你几个例子。 比如,我和我姐姐身高差距不大,就是表示我们两个身高差不多的意思。 我再说一遍,我和我姐姐身高差距不大。 我也可以说,我和我朋友年龄差距不大,我只比她大一个月。 我们再来看差异这个词。 我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们两个的性格差异不大。 他们两个的性格差异不大。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那差异和差距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非常好区分。 当你想表示身高这个高度的不同的时候,你要用差距。 当你想表达年龄这个数字的不同的时候,你也要用差距。 再比如考试的分数,你考了90分,但是你的朋友只考了60分,你们两个的分数差距很大。 所以差距一般是指数字上的不同。 但是差异呢,它是一种特性。 比如,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 现在让我们来练习中文对话。 当你听到我的问题后,你可以按暂停,想一想你会怎么回答呢? 在每个问题的后面,我还给你准备了两到三个答案的范例,就是例子,供你参考学习。 如果你喜欢类似的中文课程,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课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 是双胞胎吗? 不是,这是哥哥,这是弟弟。 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其实他们两个差三岁呢。 像吗?我觉得他们两个差异很明显啊。 哥俩今年上几年级了? 哥哥开学上初中,弟弟开学上小学。 法国和中国的学制不太一样,按中国的学制他今年上初一,弟弟上小学一年级。 他俩看上去性格好像不太一样。 是的,哥哥活泼一些,弟弟腼腆一些。 你看得真准,他们俩性格确实不一样。 这么细微的差异,你都能看出来吗? 他们两个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他们俩爱好挺多的,像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只要是户外运动,他们都喜欢。 哥哥喜欢打架子鼓,弟弟喜欢画画,一动一进。 他们俩没什么兴趣爱好,尝试过几个兴趣班,但是后来都没坚持下来。 他们学习压力大吗?平时作业多吗? 弟弟上小学还好,没什么作业。 哥哥现在上初中了,压力越来越大了。 在法国,学生没什么压力。 他们俩中文怎么样? 在法国的时候,他们俩一般不说中文,总是我说中文,他们说法语。 但是回国以后,中文进步可快了。 他们俩中文一般般吧,日常交流没问题。 他们俩口语还行,但是书写和阅读就差一些了,毕竟在法国平时不用中文。 他俩平时打架嘛。 他们俩其实很少发生矛盾,哥哥比较照顾弟弟。 他们俩天天在家打架,不过一会儿就好了。 他们俩其实很少真的打架,每次都是打着玩儿,可是打着打着,就变成真的了。 观看完了视频课程,不要忘了下载视频下方的中文ebook,完成你的中文挑战。 你知道吗?每日中文课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官网课程平台,成为我们的官网会员。 你不仅可以看到比YouTube更多的中文课程,同时还可以下载管理每一节课的中文ebook。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中文ebook到底有什么用。 比如,你觉得今天的话题太难了,或者我的语速太快了,你需要查询生词,学习关键句型。 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已经把每节课的字幕编写成了一篇篇的中文文章。 在文章里,我们会标注出关键词汇、核心句型,帮你更快、更高效地掌握每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还有一个最棒的消息是,如果你加入每日中文课会员,还可以定期参加线上见面会活动。 如果你想成为我的学生,定期通过线上的形式,用中文和我聊天,那么快点加入每日中文课官网会员。 我在那里等着你,非常期待你的加入。